乃书记 下班了 晚上哪吃饭去啊 怎么 想喝两钟啊 我陪你 我可不会喝酒 上次庆功宴我都喝多了 我就是好奇啊 你平时一个人怎么吃饭 在谁家还不对回口呢 你看我现在这么胖 不吃晚饭 挺好的 我看同龄君的豆腐磨得不错 不知道他饭做得怎么样 在我面前啊 别提他 这不人家找我来了吗 找你干啥 又搬弄什么是非吧 他呀 要去县里住 问我是开个豆腐店好呢 还是开个餐馆好 要不然你帮着掺摹掺摹 儿子在市里上班 他在县里头住哪儿啊 那他可没说 好像是有人要给他介绍对象 啥 我也是猜啊 他多大了还介绍对象 他可不显老啊 我们刚来的时候 萧宇池管他叫姐 那小萧啥眼神啊 馨书记 你是怎么给他出的主意啊 我也拿不准 这不来问你吗 关键是不知道他做饭好不好吃 好吃 家常便饭 那做得可顺口了 你 行 我这就去告诉他 让他开个餐馆 馨书记 馨书记 还真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啊 那我问问他去 馨书记 还是你帮我问问他吧 只要他跟我道个歉 扶个软 我就跟他复婚 都当奶奶了还改家 多丢人呢 你要让人家先给你道歉 那我咋听说 是你先斗手打的他呀 还当着老人和孩子的面 你用心书记啊 这不 儿媳妇坐月子 她一不高兴 就骂人家 你知道为什么吗 亲家是个贫困户 她看不上儿媳妇 我就说了她两句 她杀了就挠我 我能不打她吗 我听明白了 看来这统领军也是有错在先 她要是不向你道歉 你就不原谅她了 绝不原谅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不管了 你晚上 也别去别人家蹭饭了 到我那去吧 我请你 好